大家好,我是詩詩 首先跟大家擺個年珠,大家一套年快樂 我很久都沒有上載行山的內容 因為最近忙著去旅行 而今個農曆年假我去了韓國 嘗試我第一次的冬季行山 今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什麼特別加入的裝備 首先就是這頂帽子,它有一些帽子 戴了之後就可以這樣護著耳朵 因為冬天的時候越大風,又很冷 最重要是護著頭和耳朵 所以我就買了這頂帽子 然後第二樣就是這條褲子 它是一條裡面比較厚一點 有一些freezy的褲子 所以如果穿了它,裡面就不用特別加一條打底 不過其實大家如果沒有這個預算 去買一條厚一點的褲子 因為都不是經常穿 你可以穿一條長褲子 然後裡面再加一條打底 然後就是這個背囊 我平時在香港行山都是用15L的背囊 而這個就是22L的背囊 因為冬天穿的衣服比較厚 如果行山太熱,除了它的話 我都可以塞進去 就不用拿著衣服 或者有時候綁在外面又會刮到樹枝 所以這個背囊就特意買大一點 就可以把衣服塞進去 好了,說了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快點去片啦 這次來到韓國行山了 我們選了一個比較近郊的 即是近首爾的一個位置 就是北漢山 現在我們就出發啦 去到剪片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開頭的這一小段 是沒有開到麥克風的 那我就在這裡補回啦 我想說的是 經常看韓國的電視節目 都會在山裡有一座寺廟 而這次呢 終於讓我親眼見到一座啦 之後我只是走了幾分鐘 就到了我期待了很久的圓角瀑布啦 細心看啦 我看到原來那些冰塵真的很厚 一粒粒圓影才在一起 現在呢,我們就繼續上梯級啦 現在就上多一點點看看 有一點點失望啦 因為上個星期溫度太暖 所以那個瀑布才會溶掉 我看人們一月頭十月尾去 都還是有傑兵瀑布看 來到另一個觀景位啊 這裡的雪景 現在我們一直沿著溪樓的走著 走著 這裡呢 有很多都是石路啦 然後呢 到了冬天 有些雪和水在這裡 就更加鮮 所以呢 都有一點點擔心 不過都OK的 因為其實呢 這裡呢 是挺熱門的容易的路線啦 我想可以比美香港的千島湖 然後呢 剛才在我們後面呢 就有兩個女生一個男生 然後那兩個女生在這裡打卡 然後那個男生呢 就說 我們什麼時候才行山啊 因為他們一直都在拍照 很漂亮 現在溫度呢 其實是負四度啦 那呢 我已經不是穿了很多衣服了 就穿了一件底衣啦 一件露子啦 穿了一件空樓 但是呢 都很熱啊 走著走著 然後我看到那些人呢 簡直是脫一件底衣 加一件Hoodie的 那所以其實呢 大家 冬天行山呢 都是不需要穿太多衣的 鞋子呢 我也是穿平時的那一件行山鞋子 而已 我就覺得呢 我們這些香港人 其實一年都不用穿很多次 這些冬天的行山衣襪啦 那就不用用最貴的價錢 入一對最高級的一個行山鞋啊 或者行山褲這樣 那 就可以呢 多一點用layering的方法啦 就是可能行山長褲裡面 加一條打地褲啊 這樣 那就可以 適合我這些 沒什麼預算的人的做法啦 當然 最重要的當然是外層 是要防水啦 就是 你們行山鞋 最好就是要防水啦 然後 最好就是有防水褲 那些雪掉了落地呢 都會不會融了下去 濕了 在這塊葉那裡呢 就可以看到雪花的形狀了 好漂亮啊 那些樹枝 全都有一些 雪花在這裡 走到一半才終於看到路標在這裡 走到一半才終於看到路標在這裡 還有250米而已 那些石路呢 都幾高啊 每一級 每一級 可以浮一下 差一點點而已 看到山頂的路上 已經看到超美的山景 在後面 哇 回頭一望 原來已經上到這麼高啦 還看到市景 還有一級的 最後一段呢 竟然是有梯級的 我想可能因為這裡的石 比較斜一點 超美啊 那些山 用了一個小時就上到頂了 登登 有個石在這裡 山頂的景 真的超美 一邊就是城市 另一邊就是山 來一個360度 好美啊 風景 好可愛啊 有兩隻貓仔 這麼冷 牠們也可以在這裡 牠們在這裡喝水 這裡的雪花 比剛才更美 全棵樹都有 全牌樹都有 我看到韓國人上山 都會吃杯麵 所以我們就吃杯麵啦 因為這裡不能扔垃圾 所以連湯也要喝 我們現在就下山了 也是用沿路下去 我好像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要吃杯麵 因為吃完之後 真的整個身都暖了 所以馬上舒服了很多 Oh my god 超綫 上去就容易 下去就有點懶 主要是怕而已 如果克服了心理關口 應該OK 那我現在呢 就快點下去了 因為呢 下去的路也一樣 就不拍了 那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給like 還有subscribe 我的channel啦 Bye Bye 明 Part 您好看 我們好看 看 我們去看看